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芬芒科技,我是小易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的人们对于吃穿可以说是不像以前那样节省了 即使是以前比较名贵的食物,现在在寻常人家也能随意见到 比如说鱼,在很早以前,能吃鱼在某些地方是地位和富有的象征 寻常的人家是很难吃到鱼的 但是在如今,鱼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通的食材,摆在了大家的餐桌上 但是现在我们吃的鱼都是从哪来的呢?一般是有两种途径 其一是养殖出来的,还有一种是鱼民从江河湖海中捕捞上来的 尤其是一些咸水鱼,大多数都是靠鱼民捕捞上来的 我们都知道不管做什么都是不容易的,捕捞也是一样 对于鱼民来说,捕鱼是很不容易的 它们每次出海捕捞,都要去半个月左右 因为人工捕捞的效率不高,而且船的容量比较低 因此每次捕捞到的鱼其实数量并不多 而每次看到天气有异常,它们就不能出海进行捕鱼 即使出去了也是空手而归,甚至是在海上丧尸生命 而作为曾经的海上之王荷兰 为此花费了近4亿元的钱,打造了一艘在世界汇列第二的大船 这艘船装备了各种先进的技术 而且因为船比较大,准备的物资也比较充足 可以支持船员在海上漂泊打捞很久 除此之外,船上还有几个很大的冷冻室 用来保存冷冻捕捞上来的领域,防止腐烂 而这艘船运用了拖网捕捞的方式 就是在船后展开一张大网拖着走 而在行走的过程中 拖网就会将所遇到的海洋生物全部捕捉起来 因此一网就可以捞到几百万尊的鱼 放在军场人家,可以说是几辈子都吃不完 这艘船虽然花费了很多钱,也耗费了很多人力 但是它捕捞的能力也是很厉害的 而且由于这艘船很坚固,也不怕遇到什么风浪 可以说是渔民们的福音 不知道有没有专业的人士对这艘渔船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和风貌科技简直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